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艺术品的情感快递 如何让画作传递新意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艺术品的情感快递 如何让画作传递新意 听起来像是某种新型的快递服务 但其实这是一个关于艺术与情感的深刻话题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个画廊 四周都是色彩斑斓的画作 每一幅画都像是一位静默的讲述者 等待着你去解读它的故事 这些画作不仅仅是颜料和画布的结合 它们是情感的载体 是艺术家心灵的窗口 艺术家的情感寄托 艺术家在创作时 往往会将自己的情感 经历和思想注入到作品中 比如 范高的《星夜》 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夜空画 它更是他内心挣扎与渴望的具象画 想象一下 范高在画这幅作品时 可能一边挥舞着画笔 一边对着星星嘟囔 你们看 我的心情就像这些漩温一样 永远无法平静 观者的情感共鸣 而当我们站在这幅画前 心中不禁产生共鸣 或许我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感经历 这时候 画作就像是一封情感的快递 将艺术家的心意传递给我们 这就是艺术的魔力 它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 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 感受到相同的情感 如何让画作传递心意 那么作为艺术爱好者 我们该如何让画作更好的传递心意呢 这里有几个小技巧 一了解背景故事 在欣赏一幅画之前 了解它的创作背景 和艺术家的生平故事 这样 你就能更深入地理解 画作所传递的情感 二用心感受 站在画前 静下心来 试着感受画作所传递的情感 你可以问自己 这幅画让我想起了什么 或我在这幅画中 看到了什么情感 三分享你的感受 与朋友或家人 分享你对画作的感受 这样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 还能让艺术的情感 在你们之间流动 有趣的故事 最后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位艺术家 在创作一幅画时 因为情感过于激动 结果不小心把颜料 泼到了自己的狗身上 这只狗后来成为了 它的灵感来源 因为每当它看到 那只五颜六色的狗 就会想起创作的初衷和情感 于是 它决定把这只狗画进了 它的作品中 结果这幅画 成为了它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 艺术不仅是情感的快递 也是生活中 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大家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并将这份心意传递下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市场的奇幻旅程 从画布到心灵的冒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奇幻的旅程 探索艺术市场的奥秘 从画布到心灵的冒险 想象一下 艺术就像一位神秘的魔法师 能够把平凡的物品 变成无价的珍宝 甚至能让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首先 让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 那是一个艺术家们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时代 当时的艺术市场 可谓是热闹非凡 像是今天的网红直播一样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等大师们 不仅是画家 还是当时的明星 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 如同今天的比特币 价格波动剧烈 让人心惊胆战 有趣的是 当时的艺术品买卖 并不像今天这样透明 你可能会在一个小酒馆里 听到某位贵族正在讨论他 刚刚购得的画作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幅画的价格 已经翻了好几倍 这就像今天的拍卖会 竞标者们像是参加奥运会 凭尽全力 只为了那一瞬间的荣耀 再来谈谈现代艺术市场 这里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 想象一下 一位艺术家在画布上 随意泼洒颜料 然后给这幅作品取名为 无限的可能性 结果 这幅画竟然以 数百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这让我不禁想 如果我把我的早餐煎蛋 拍成艺术品 会不会也能卖个好价钱呢 而在艺术市场中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艺术品的故事 艺术画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 它的技术和美感 还在于它背后的故事 比如 某位艺术家 在创作过程中 经历了心碎 失落 甚至是灵感的闪现 这些故事让作品 更具情感深度 让买家愿意掏出钱包 这就像是 我们在看电影时 总是希望能看到 角色的成长与挣扎 因为这让我们感同身受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艺术市场就像一场冒险 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 还是投资者 记得保持一颗好奇的心 因为在这个奇幻的旅程中 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 而是沿途的风景 和那些让你心灵震撼的瞬间 所以 当你下次走进画廊时 不妨停下来 仔细欣赏每一幅作品 想想它背后的故事 或许你会发现 艺术的真正魅力 正是在于它 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找到一丝宁静与共鸣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的价值拼图 每一块都是故事的碎片 当我们谈论艺术品的价值时 常常会想到 金钱 民生 和市场需求 但其实 艺术品的价值 就像一个拼图 每一块都是一个故事的碎片 拼凑起来 才形成完整的画面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 这个有趣的主题 并且不忘加点幽默 首先 艺术品的价值 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创作者 想象一下 如果一幅画 是由一位无名小卒创作的 可能它的价值 就像一杯冷掉的咖啡 让人失去兴趣 但如果这幅画的创作者 是毕卡索 那么它的价值 就会瞬间飙升 变成一杯香气四溢的拿铁 这就是艺术界的名人效应 就像你在派对上 遇到一位明星 突然间你也变得光彩夺目 接下来 我们要考虑艺术品的历史背景 想象一下 一幅画作的背后 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比如 它是在战争期间创作的 或者是某位艺术家 在创作过程中 经历了爱情的波折 这些故事 就像是艺术品的附加价值 让它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享受 更是一段情感的共鸣 就像你在餐厅点了一道菜 服务生告诉你 这道菜的来源 和厨师的灵感 突然间你觉得 这道菜的价值翻了好几倍 再来 我们不能忽视市场的需求 艺术品的价值 有时候就像时尚潮流 今天流行的 可能明天就过时 想象一下 某位艺术家的作品 在某个时期受到追捧 价格一路飙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的目光 转向了另一位新兴艺术家 这时候 那位艺术家的作品 就像过期的牛奶 价值大打折扣 最后 我们还要提到 艺术品的独特性 每一件艺术品 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像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指纹 即使是同一位 艺术家的作品 每一幅画 都有其独特的情感 和技术表现 这种独特性 让艺术品在市场上 更具吸引力 因为每一件作品 都像是一个小宇宙 里面藏着 无数的故事和情感 总结来说 艺术品的价值 就像一个拼图 每一块都是故事的碎片 无论是创作者的名气 历史背景 市场需求 还是独特性 这些因素 共同构成了艺术品的 整体价值 下次当你站在画廊前 欣赏一幅作品时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故事 或许你会发现 这幅画的价值 远超过你想象的金额 甚至可能让你忍不住 想要把它带回家 挂在客厅里 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艺术品如何成为情感的快递 如何在艺术市场中展开一场奇幻的冒险 以及艺术品价值的拼图 这些主题不仅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艺术 还让我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感受到那些隐藏在画部背后的情感和故事 总结今天的内容 我们学到 艺术不仅是画家心灵的表达 也是观者情感的共鸣 每一幅画作都有它独特的背景故事 这些故事会让艺术品的价值变得更为深刻 无论是从艺术家的情感寄托 还是观者的共鸣 艺术都是一种奇妙的交流方式 而在这个充满变化的艺术市场中 故事和情感的力量 更是让每一件作品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在这里 我想用轻松幽默的语气来提醒大家 艺术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场派对 越参加越有趣 所以 当你下次走进画廊时 不妨停下来去感受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并且勇敢地分享你的感受 毕竟 艺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彼此连接 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找到一丝静谧的共鸣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艺术品的情感传递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有没有你们心中最喜爱的画作和它背后的故事 随时欢迎提问和分享 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世界里探索更多的惊喜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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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